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组织中外媒体记者 前往西藏佛学院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地采访 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藏传佛教发展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引发记者关注 西藏佛学院是西藏第一所高层次藏传佛教综合性院校 汇集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高僧学员900多人 培养模式的话一个是九年的这个义务教育和这个传统的咱们这个宗教教育 像结合小学阶段应该学习的这个内容 包括这个汉语、藏语、授学、英语等课程 宗教课的话就是最基础的同教理论 记者走进少年活佛班教室时 八岁活佛丹增湛江分别用普通话、藏语和英语 向来访的中外记者介绍了自己 及在佛学院的学习成长情况 西藏佛学院于2011年10月正式落成开院 目前综合教学楼、图书文献中心、英误市、汴京场、足球场等设施齐全 其中学员宿舍配有书柜、电视、空调及独立卫生间等设施 在采访中外媒记者提到的国外有人认为 西藏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如从前 对此西藏佛学院副院长格桑旺堆说 百文不如一见 请质疑者来西藏看看 不要道听徒说 在此行采访中 中外媒体记者还探访了 实践于公元7世纪土拨王松赞干部时期的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 在布达拉宫东面约两公里处的大昭寺 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是西藏最早的图木结构建筑 2000年11月 大昭寺作为波达拉宫的扩展项目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问一下你们这边的宗教自由怎么样 去路给大日人往的哈长也不下来 所以去前来人往的马迹南人往的 别再给我们公布那里 去路去今晚都要去 哈长也不下来 夏日的大昭寺和八阔街 游客络绎不绝 来自不同城市的人们 在这里了解藏传佛教文化 及当地民风民俗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